這個題目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要生酮呢? 我的答案很簡單 Why not? 為什麼不生酮呢? 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新的版本 我很專注、很集中的 只是講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要生酮呢? 我的答案很簡單 Why not? 為什麼不生酮呢? 因為你想想你一輩子 so far 你在用糖做燃料 你的健康是怎樣呢? 如果你聽這個節目 你本身已經對生酮有多少的興趣 又或者更加公平地說 你一定是對自己的健康多了關心 而是一樣你沒有試過的事情 instead of 靠吃藥、打針、看醫生 我們試一下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 獲取主導權 將健康掌入自己的手裡面 吃回我們身體真正需要的東西 我經常都說 我們有必需脂肪酸 有必需按基酸 但沒有必需碳水化合物 但你出街吃飯 你往往看到佔最大份量 舉例一碟碟頭飯 最多的是什麼? 並不是牛腩、雞、豬 最大份的是飯 你不覺得奇怪嗎? 當你的身體 這個東西 炭水化合物 不是最需要的時候 更加不是必要的時候 它怎麼會是一個主導的位置呢? 如果你長期給身體吃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你又覺得你的身體會好嗎? 如果你的身體覺得我受不了 它有什麼方法通知你受不了呢? 它就是給你一些症狀 而告訴你 你是時候要正視你怎樣對待我 大家往往現在的做法就是 去看醫生 譬如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可能會引起的 包括你叫做新陳代謝病變 例如有糖尿病 高血壓 和長期的慢性發炎 這個可能影響到很多人 包括你和我 例如身體關節的位置疼痛 肌肉的酸痛 睡得一般 經常很容易病 其實剛才以上講的 如果你在一個根源著手 即是讓你的身體試一下 進入一個心痛狀態 reset了新陳代謝模式 可能整件事就會不同了 所以不如這樣 既然你試了一輩子都是吃糖、澱粉 不如試一下一次多 堅持三個月至半年 試一下讓自己身體用脂肪作為原料 一個很乾淨的燃料 看看身體的變化 然後你再考慮會不會繼續下去 好嗎?